遇见诚心对你的人,学会亮出你的真心,遇见你爱的人,学会付出,遇见爱你的人,学会感恩,幸福,就是当你容颜筛老时,牵着你的那双手,幸福,就是当你一无所有时,陪着你的那颗心。 幸福其实很简单,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余生,一个人总是付出,也是会累的,两个人在一起,要互相心疼,互相理解包容,爱很容易,而我们都太自私,在爱里只看到自己付出多少,却忽略对方也在默默付出。 能跟你一辈子的人就是,理解你的过去,并包容你的现在,一起创造共同的未来,轰轰烈烈,未必真心,默默无声,未必无心。 简单拥有,才最安心,两个人在一起,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,相互扶持,是对另一半的包容和心疼,是缘分让你们相识,相知,那便好好珍惜那个陪在你身边,默默付出的人吧。 爱是什么?是相信时互相取暖,是成为彼此的依靠,是要互相心疼,有回应的爱才是最真的爱。 转轻永远是相互的,只有相互理解才能越走越远,人生很短,好好珍惜那些真心心疼你的人,一个人只不值得你穷极一生去喜欢,不是看他能对你有多好,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对你有多差。 家是两个人的事业,你能明白他的辛苦,他能心疼你的付出,就这样彼此宠爱,互相体贴,才能幸福永久。 最珍贵的爱,并不是太多的甜言蜜语,而是默默的陪伴和小心翼翼的呵护。 我相信,最真实的爱,就是你愿意去为你爱的他,去改变,去成长,去付出。 其实,有时候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在乎,只想要爱我们的人心甘情愿的为了自己付出,最真实的感受到对方的爱。 爱的即时就是相互心疼,如果只是一方一味的索取,另一方一味的付出,爱的高楼就会倾斜,甚至崩塌。 所谓爱,就是相爱的两个人相互去迁就和改变,世上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,而是相互懂得珍惜,懂得包容的两个人,而且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,这才是能够携手一生的爱。 你有这样互相疼惜的爱人吗?如果有,欢迎分享给他,说出你的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